这个鲁鱼买的时候还是活的 非常新鲜 首先把它处理干净 处理干净后把鱼切好 把鱼对半切开 不要把它弹好 把鱼腌浸一下 放一点盐 生抽 胡椒粉 淀粉 抓拌均匀腌制10分钟左右 让它腌制入味 再切一些青红辣椒 不算是辣的可以用菜椒 然后切一些姜丝 锅烧了后放一些油 油要用辣椒炒一下 炒辣椒的烧香 炒辣椒的烧香削叶 鲜辣椒调味更香 炒辣椒香 这就可以了 嚐出来 重新洗锅放入西油 要把泥巴进去煎 把鱼煎在一边后放一些椒酥 要把鱼煎在一边 放一点 把鱼煎在一边后放回辣椒 把鱼煎在一边 把鱼煎在一边 要把鱼煎在一边 把鱼煎在一边 油温热 鱼煎到一边 烤鱼煎 when it's so competitive 就好了 鱼煎在一边 鱼煎溶面 鱼煎 鱼煎 这一道鲜饭的生草鲁鱼就做好了 有点微辣 下酒下饭都很不错